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是3月19号,新的一个礼拜开始了 这是明镜编辑部的主持人陈小平 明镜火拍的主持人,明镜编辑部郎木 对不起 今天我们把注意力从人民大会堂转到华盛顿和美国的关系 主要是中国和美国这种经济战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关系到很多中国人钱袋子工作和未来的命运 今天跟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嘉宾 我们是请到了一位就是装搞国际管理投资的 也是大家熟悉的西方观察的主持人张寻先生 请我们的导播把嘉宾请进来 张寻先生你好 小平先生你好 各位观众好 很高兴第一次有机会跟你做节目 我也是很勇气 张寻先生在我们明镜的特约栏目就是西方观察栏目 他是三位主持人之一 今天我是让他以国际管理投资顾问的这样一个角色 来跟我们谈谈 因为张寻先生自己是一个这方面的专家 因此我选择用这个开头来介绍他 中国和美国现在经济战 硝烟弥漫的感觉 马上又到了 我们这些外海人不明白 整个感觉是说 原来中美之间没那么关系 经济上没那么这样的一种硝烟味浓厚的味道 怎么突然就会这样的呢 所以说我想请张寻先生先介绍一下 美国这个执政当局 它是怎么样的 就是这个新的这个执政当局 它是怎么样的看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关系的 好的 那个其实要谈到 美国现在呢 大家知道就是说 在对中国或者美中关系 无论是贸易关系 政治关系 外交关系 这方面呢 大家基本上 如果你看最近台湾旅行法的通过 说明什么呢 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面 它的很多事实都是民共两党 无论你是民主党共和党 无论你是全球派 还是全球化派 还是民粹派 对吧 无论你是建制派 还是民治派 无论你是全球化 主张全球化还是主张贸易保护体 大家的看法都是一句 对事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分歧 分歧就是怎么做的问题 那么从这里如果谈到关于经贸方面呢 我是从我自己的认知来看的 我觉得咱们谈什么东西都要有一个起点 就是一个逻辑起点 一个事实起点 那么这个起点我们呢 可以把这个镜头放在说 二战以来 对吧 美国参与二战 并且呢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那么这个同盟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然后以后呢 美国为什么 美国就是说为了避免战争 那么为了这个巩固西方自由世界 这个相互的关系 以及保持它的竞争力 那美国呢 基本上采取了一种 就以前我们最早很熟悉 听到叫马歇尔计划 对吧 就是说利用美国的市场空间 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 来扶持他自己的盟友 或者他想扶持的对象 先开始是欧洲对吧 重建德国 这就是所谓的马歇尔计划 重建法国 那么到了这个 他利用美国的市场 请他们来 先给他们贷款 让他们发展 发展了以后呢 他们产品要美国市场 来吸收消化 给他们带来宝贵的外贵 让他们能够发展起来 那接下来呢 日本对吧 就特别韩战之间 然后日本以后 是亚洲四小龙 对不对 就是台湾 韩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包括后来 东南亚 广义上来讲 包括泰国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那为了对付苏联 与苏联竞争的中国 所以说呢 可以说美国 怎么讲 它一直是 如果我们要站在一个 宇宙之外 地球之外来看的话 美国应该是说 是一个自由世界 或者说是很多想 发展经济的国家的 地区的一个恩人 但是问题在于说呢 你比如说 咱们有咱们中国有一话叫什么 叫做帮吉不帮贫 对吧 那如果说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扶持 你已经长大成人了 你已经强壮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就应该公平贸易 对不对 可是美国呢 是帮了一个又一个 当了一个爹又当了一个娘 到最后呢 结果是什么呢 我记得小平您的节目 我也经常看 其中我记得您采访一个专家 讲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美国个人收入 美国家庭平均收入 这两年 这些年是一直下降 也就是帮了别人呢 自己真是当活赖风了 而且不仅这样 企业一个个关门 行业一个个衰退 甚至乡村呢 乡镇一度的消失 比如说你像什么 制袜子的 制衣的 制钢铁的 等等都这样的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 我们谈话一个起点 这是一个起点 好啊 对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 就是现在有一个说法 就是川普啊 搞了一个强硬的鹰派团队 来跟中国打这一仗 这个鹰派团队都是什么人呢 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介绍 我简单的说一下吧 这里边的话呢 他的 就说就贸易而言 他主要的核心的人物呢 应该说呢 是原来是三个 现在有四个人 其中一个就是 Peter Navarro Peter Navarro就是 写那个致命中国 叫Death by China 这个是他2001年写的 一字母叫Peter Navarro Peter Navarro Peter Navarro Navarro他是 本身是这个 这个什么呀 就是应该是哈佛的 这个哈佛肯尼迪学院的 政治学院的这个硕士 他是加州大学 尔湾尊校的教授 然后他呢 现在目前是川普内阁的 叫做 Trade and Industry Policy 就是说他的这个叫做 贸易与工业的主任 他的叫总统助理 同时他们现在又创造一个新的部 一个分支 就是白宫叫做 National Trade Council 叫做国家贸易委员会 他又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 他这个人对中国是持非常鹰派的立场 他不仅对中国 他是认为呢 美国吃的亏要减少逆差 要提高关税 要废除国际供应链 增加制造业 反对这个 他甚至反对 马普兰北美自由自贸协定 他呢 并且呢 是强烈反对TPP 就是那个 太平洋贸易协定 奥巴马当时主张的 所以呢 这个人呢 是他的一个主要的 我觉得川普的很多 在贸易政策上大脑都是他 另外就是川普的商务 叫商务部长 就Will Burroth Will Burroth这个人呢 其实2004年的时候 他是个 他是个投资家 他是个银行家 曾经有人管他 叫Bankruptcy King 就是他叫破产王 就是他专门收购破产企业 然后给他包装 然后转卖和赚钱 那么他对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话呢 是2004年就有暴躁 当时人就支持这个 但他说什么 他说I'm not anti-trade I'm pro-trade but I'm pro-sensible trade 就是说他支持一种合理的贸易 他是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他现在他开始支持TPP 后来又反对TPP 他现在呢 而且他跟川普的关系多年的私交 基本上是说川普总统说什么他做什么 所以他是个机器支持者 这个是Wilber Ross 另外有一个在 这两个人都是在战略层面 在战术层面 那么川普总统有一个非常好的助手 就是我们说这Roberts Lighthizer 叫中文叫什么小天天啊 Roberts Laird-希泽贸贸易代表 Laird-希泽 对 Laird-希泽 他这个人他是律师出身 是乔治敦大学的这个本科毕业 早在83年就出任了这个里根总统的贸易负代表 叫做美国就是美国就是Trade Representative 叫Deputy Trade Representative就是贸易副代表 而这次呢就是说川普呢正式请他为作为美国白宫的这个贸易代表 他这个人有30年的就专门从事这种商贸 国际商贸法的经验 而且谈判风格是咄咄逼人 但是呢他又充满了技巧是有张有实 这个人非常厉害 所以说呢等于加入他以后这个团队就是等于说从战术到技术呢 他都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全面了 那么现在又加入第四个人 就是这个前段时间辞职的那个叫那个叫Gary Cohen啊 他是建制派是华尔街的这个是库什纳女区那边人 那么他呢反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就是钢材和铝材的一个加关税的问题 他就辞职了 顶替他上来的是谁呢 就是现在叫的Larry Goodlaw Larry Goodlaw呢他是CNBC啊 美国CNBC他我们经常会看他的一些节目 他鼓励了多年有一个叫做Goodlaw Report 就是这个专门就是讲经济 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思想 他最早的时候他那个他是我儿子的校友 在那个罗杰茨大学毕业的对Universal of Russia 那么他呢就是说一直主张就是坚定的自由贸易 他在学校的时候左派很有意思 他搞左派但是以后出了以后坚定的右派 那么他就讲了一些完全的支持绝对自由市场 而且他是也是川普的好友 可以说为川普总统马首实战 他呢就是他不仅主张对中国制裁 而且他主张什么主张新的八国联军 就是说美国要联合其他自由世界的人一起对付中国 当然了还有两个外围成员我就点到为止 一个就是新上任国务卿蓬佩奥就是Mike Pompeo 那么Mike Pompeo呢这个人呢他原来是中情局局长 而且他特别逗他是从堪萨斯出来的议员以前 而且众议员跟麦肯西是老乡 麦卡锡麦卡锡那么但是他的思想又跟麦卡锡非常接近 他认为美国的主要敌人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经贸上 不是苏联而是中国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很可能 但是现在没有搞定没有敲定 就是这个叫做John Bolton John Bolton是什么人是美国原来驻联合国的大使 John Bolton这个人是特别英台 那么他绝对是坚定了反对 意识形态上他是坚定了反华的 那么John Bolton这个人的话呢 他有可能会接替H.R. McMaster 成为这个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就是这个叫做国家安全顾问 但是现在这个是没定的 但如果他要定了 那就鹰派团队可以说齐聚白宫啊 那么这个我们那个方程呢 约翰·博尔顿啊我们大陆说话 对啊他联合国这个声音是非常的坚硬的啊 如果这四个经济团队的体验 加上两个一个国务卿一个国安这个顾问啊 这六个人组成了一个啊 经济战略的决策核心团队啊 那么连这个稍微软一点的柯恩啊都走人了 所以说摆开了要打的架势 现在我想问下个问题就是 到底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上 分歧在哪些方面 OK 说到这个就是分歧在哪些方面的话 我觉得呢有几个 你看哈 如果从表面看这个表现来看呢 那么贸易不平衡 对贸易逆差就是美国的每年的贸易逆差 而且呢每年有将近四千亿的三千多亿的贸易逆差 美国全球一共有五千亿贸易逆差 其中跟中国占了三千多亿 那么而且2017年又增加了一百多亿 创造了历史新高 所以说呢你看那个习大大这个在这个北京招待川普的时候 拿出个什么两千五百亿大弹 其实都没有人 最后最后实际上去年这个创造新高 这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产权问题哈这个里边呢就是这个 我这块啊就是 我有一个美国在2015年有一个就是叫做 HRIP不是AP Commission Report 就是知识产权委员会的一个报告 这是2013年做的 2017年去年做的一个更新 这个更新呢它讲的哎呦我看头很吓人 你看那个就是他这里讲什么呢 就是说主要是呃他讲三大类 一个是仿冒货物 Counterfeit goods 像比如说假的什么呃那个 扣呃扣包啊 什么假的耐克鞋呀 就这种这种仿冒货物 第二是盗版软件 第三个是窃取商业机密 就是说这三项给美国每年带来的经济损失 至少超过两千两百五十亿 你看美国跟中国贸易逆差 才只有三千亿 而且他说很可能达到六千亿美元 那他有个范围对吧 那他有估算 而且他说就是就是这个这个 如果说是咱们说六千亿实际上呢 就占到了这个GDP啊 全美GDP的这个百分之三了 美国GDP2007年是19.7万亿 你想想他已经占到百分之三了 而且呢就是说这里边呢 还不包括专利损失 这个专利损失被人包含了 我看他的报告 他报告三十四页 我大致看了一下 那么这个报告他讲说呢 这个专利的问题很难做 比如说2015年 全世界申请新的专利 百分之三十来付出我 你这个专利与个人有关 那有很多比如海归过去的 你说这个专利到底是谁 他现在他说他要另进研究 但是他们觉得专利损失很可能更大 还不包括什么呢 包括美国有个叫 National Intelligence 就是美国这个情报委会 国家情报委会 他当时提出来呢 说这个由于这个商业间谍 美国全球损失呢 是四千亿美元 这个他说我没查到具体证据不足 他还没包括在内 但是有肯定有 而且不少 他说2015年到17年之间 就是说就是从他开始 不是2013年 就他写这个报告 第一份报告和2017年更新这期间 这短短的这几年 美国的损失是1.2万亿 GDP的6%可以说 所以呢而且呢 他这个他没有 我没有看到他总体中间 他是主要是对中国 这是肯定的 但是整体上中国占多少 他没说 但是假货方面来自中国 包括香港呢 占到了87% 所以说呢 这是在 就是在知识产权方面 美国和中国呢 就是说是个大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 关于这个知识产权 我补充一个 就美国现在 好像最生气的 就是说 强迫美国的 到华 到中国投资的企业 交出他的技术 然后呢 对对对对 美国人呢为了做生意呢 也没办法 最后就是默默地承受 这种被被强迫的 交出来的这种味道 这是现在的美国人 最生气的一个地方 对 这个小屁家您说太对 我是本来是要把它放在我这下一点 OK 我让您说对 对 这但是您说的对 它与这个是相关的 就是说什么呢 因为 哎 中国我下一点讲了什么 就是说美国不满意 第三点 就是中国的一种隐形和有形和无形的贸易壁垒 那么和这种赤裸裸的抢劫 这里边哈 其中我就举一个 与美国有关 它不完全是美国 就动车的理 对吧 那么动车高铁 中国说要建高铁 当时的一个是主要基础建设 为了拉动经济的需要 因为中国经济拉动 主要靠投资 它因为消费市场购买力不行 那么这种情况下 而且中国实行的这种铁攻击政策 就是铁路公路基础建设 对吧 也就是房地产等等 它让中国人更加不敢去消费 因为他要攒钱买房 对吧 所以说中国的消费市场一直不行 那么怎么办呢 他就想到说 好 我一直我要政府投资 那投资它就是什么呢 就是基础建设吧 铁攻击 就是铁路公路 铁路就是高铁 那么这是他08年定的调 12年基本上京福县就完了 所以它是一个大力发展的重点 那么中国在高铁方面谈判 比如他跟西门子 跟那个彭巴迪 跟那个美国的通佑 跟日本的这个富士 那么他来谈的时候 那么他怎么谈 对吧 他谈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跟你签个协议 我们现在 我先跟你说好了 我在跟这几家同时谈的 你们谁答应我的条件 我就跟你谈 什么条件 就是说我购买你的产品 我采用你的技术 但是你的技术 我一旦采用了以后 以后就归我了 这就变成我的技术了 那么以后我就可以拿你的东西 可以到全世界跟你竞争去 对 就是说一个国家 你可以想 这个当时就是说 我们这句话在中国来说呢 叫做以市场换技术 可是你想一想 如果你美国 如果美国政府说 你说你德国奔驰有个技术 你必须白给我国家 对吧 允许我国营企业来用 我才让你进入美国 这简直是太可怕了 对不对 完全是一种国家纳税主义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 那么这是它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高铁方面是这个 那么这个同时啊 这是国家级的竞争 同时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说 它这个国家在一些无形的 举个例子 这个一旦美国和台湾军演了 或者卖给美国的这个 这个美国卖台湾武器 怎么办呢 我不从国营采购 我从空空客车采购 我惩罚你 台湾呢 那惩罚的更严重了 对吧 台习你只要支持台卢 我就怎么样做 完了 我还有一个很搞笑的 就是说我在美国前段时间 我的那个苹果手机坏了 苹果手机坏了以后呢 这个当时苹果这个公司 苹果那个服务人员 对我态度不好 我很生气 我就买个索性买个三星手机 我买了三星手机 中国人都用微信嘛 我忽然发现三星手 又有什么问题呢 我没办法扫描二维码 只有微信不能扫描 我其他都能扫描 那就不是手机的问题 微信的问题 但是后来我找到一个小后门 我就按着操作两下就可以扫描了 我再可以操作用 但是我忍受不了 我用了几个年 我扔掉 那么后来我才发现为什么 因为萨德导弹的问题 微信公司导鬼 给这个三星手机加了一个 这么一个套 那么结果我在美国买的三星手机 居然也都是躺着中枪了 对吧 你说他多饿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因为呢 他是有一个 在中国有一个政治环境 给企业家有个无形的压力 有一个无形的 他或者出于恐惧 他或者出于一种功力 他跟政府就这么着 他天然去配合去 就跟被强奸的人 他就配合强奸者一样 还不止这个 整个 因为他是一个大的政治文化环境下的一个民族主义 造成什么呢 你看砸日本车 什么这个抢三星的乐天店 就是等于说全民参与贸易战 那这种情况下呢 而且你知道我是在做这个 我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 就给美国公司做这种顾问 那么美国公司在中国操作起来 简直就是非常难的 比如说中国无论国企 他可以拿到贷款 可以拿到很多优惠政策 私企他可以跟地方官员搞好官业 他可以比如说淘一些税 他可以避免他搞一些污染 避免惩罚呀等等等等 但是外企是任何这种事情 不法的事情 我不是说百分之百 但基本上不敢做 为什么呢 一做就成政治事情 而且直接违反他在美国经营原则 在美国总部会受惩罚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就变成什么 大家根本就不公平竞争 所以中国呢 他把这个大的这种政治环境 他的一个非市场环境 他把这种股价 他把这种东西全放好了 我等你进来 你进来就是鬼子进去 对不对 全民皆兵 所以说呢 这种事情你怎么打 你根本没有办法 你的外区你想进入中国 对不对 你也没办法竞争 温重作别 对 这个是你提到了两点啊 一个是知识产权的窃取 一个是正式的 非正式的这个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这个经济地雷 我刚才对不起 我打了一下 我提三点 其实还有一个第四点 第一点就是什么呢 贸易不平衡 贸易逆差 第二点是那个 就是这个知识产权 第三点是这个 就是 这种有形无形贸易壁垒 还有第四点 就是超过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汇率 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他在全球的国家战略 而这里边的话呢 我在我就简单的讲一下 这后边这两点啊 超过人民汇率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中国他现在啊 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呢 他首先他有一个 奇异大大有个中国梦 那么这个中国梦的具体体现 对吧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中国现在的全球战略 这个全球战略就是说 在全世界呢施加影响力 那么全世界施加影响力 咱们经常讲 那他主要的方式就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经常开微笑讲的大杂币 也就是说他需要坚实的外汇 那么这些呢 来实现他的这种 这种对外的这种施加影响力 这个实现中国梦的一个战略计划 那么他这样的话 他就需要有大量的外汇作为基础 那么这个外汇从哪来呢 必须从贸易顺差中来 哎 这里面他的战略目标呢 就需要量 他有战略需要的两点 第一点 他需要施加影响力 第二点他需要出口 第二点他需要出口 但这两点呢 对人民币汇率的要求 就产生矛盾 他为了出口 他应该使汇率贬值 特别在大环境 就是说 其实中国现在生存也需要外汇 为什么呢 你想想他人民币 比如说去年 他大概是这个人民币 我忘记这个GDP应该是八万亿吧 美元 不是那个人民币 八十万亿 那么他印钞大概印了四十多万 也就是说 你想一想 我们手里如果有一百块钱 你在市场中给我扔 以前说怎么怎么去战争一个国家 就战争中间 就是往他空头货币嘛 对不对 现在等于说呢 这个中国政府给自己 天天是每年都给自己中国国土上 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 空头货币 不是这么回事吗 我收了一百块钱 那整个这市场有一万亿 那我今天我还有一百块钱 结果市场变成一万五千亿了 那我这一百块钱 当时又值多少钱 可能又值六 就是66块钱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在国内一直贬值 可是在国内贬值的情况下 美元和人民币兑换率 从2000年初的 1比8 1比8.7 1比8.9 变成现在的1比6还在涨 1比6.7 这是什么 1比6.33 1比6.33 对吧 成就到1比6.7 最后又回来又涨起来 短期的又往回涨 那么就是说 你想一想 咱们已经就是加拿大 对不对 你加拿大不可能说 我加拿大比如美国过去的10年 比如美元基本没有贬值 那么以前加拿大跟美元是1比1 现在加拿大加元在加拿大这个国内贬了10倍 结果跟美元居然现在还升值了 不可能是吗 中国怎么做到的 他就是说两点 第一点 所有外汇截流由国家统一管制 第二老百姓不能够去自由兑换 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 他就变成自己完全操控 我说他多少钱就有多少钱 那他为了大撒币的有效性 对不对 我同样我拿出这个钱来 那他需要人民币升值 而是因为出口呢 他需要人民贬值 但是中国他有一个习惯 因为他是一个官商 官方的一个 他一个专制的一个提示 那么当官民 因为出口企业基本上 或者是多数是民营 或者是外资企业 那这种情况下呢 他如果出现矛盾的时候 他一定他会损害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力量 所以说呢 人民币他一路升值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什么呢 他实际等于他廉价来收购这个海外资产 或者呢 他把他本来不值那么多钱的人民币 他就给出逃 给兑换成值钱的美元 来为他政治利益 所以说呢 操控人民币达到他的战略目的 这是他的第四个问题 还有第五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国家操纵 他国家操纵在全球呢 他来实现他的一个经济优势 比如说吧 咱们看一看 就是说我记得我们也聊过 这个钢产量他能够说是突然 那是在哪年呢 是15年吧 他一下降到这个很低 最后突然又回来 对吧 从2000美元一吨变成4000美元 4500美元 就是他先开始呢 他去大幅度降低他的钢价 然后怎么办 然后呢使这个整个市场很多他的金融队都死掉 没法经营了 没法正常生存了 等这班人死掉以后怎么办呢 哎 中国钢企业开始提价 铝呢也是一样 铝产品大概是美国就是他那个Century Aluminum 这次川普总统签他那个就是这个制裁这个就提高钢铝关税的协定的时候 当时就是他那个有一个铝的铝制品企业还在生存的一块在白宫在旁边签字中在这见证了 那一家公司的总裁就讲过这个铝市场2015年突然铝价下跌了40% 一下子很多企业都死了 那中国企业为什么不死呢 对吧 你想想你跟你如果是西方企业你这么敢这么请销你肯定死掉了 中国企业国家扶植啊 它是个战略利益 对吧 我让你呢 我他最中国他现在的做法他不是说仅仅简简单单的后 我是让这个我货币贬值我让出口企业能够给你竞争或者我给你指这个税股也不是的 他是让你给你贷款啊 因为这国有企业钢厂旅厂的国有企业呢 他给你足够的贷款让你支撑住等什么等大家都死了你好垄断市场 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次美国川普总统他的钢材旅材的加关税 他的名义不是以前就是咱们他的那个74年贸易贸易法案中间的301条款 301条款对贸易不公平的 而是什么呢 而是他1962年的贸易扩充条款贸易扩充法案中间的那个323条款 这个条款是什么条款呢 是总统有权对涉及到这个国家安全相关的贸易问题的时候 我们采取提高关税的制裁措施 嗯 好吧 关于这个中国和美国在经济贸易领域啊 争夺的这些核心的观点啊 张行先生刚才做了一个准结啊 主要是这个啊这个贸易利差啊 知识产权啊 这个操控汇率实现中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啊 还有国家控制的这个实现的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优势啊 讲的这些东西啊 这个我看的国内最近有些学者啊 关于这个问题写的文章比较多啊 他们主要是说核心的问题就讲中国人不讲规矩啊 用中国式的聪明来忽悠这些美国人啊 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啊 说是一个美国牛肉是吧 这个美国牛肉啊 这个这是中美两国去年达成的百日计划清单啊 这个后来呢那个 川普访华时中国做出重大让步 但美国人很快发现中国人在搞忽悠 决定说啊中国承诺开放进口美国牛肉 但规定只能通过中国两家国企统一组织进口 啊进来的美国牛肉呢 在美国市场上本来只好人民币啊 很便宜的牛肉到中国市场上变成了啊 三百元一斤啊 中国的这个国内报道是美国牛肉在中国 价格是美国的三十八倍啊 以致中国老百姓无人问津啊 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所以说美国人说是最神奇的 就是美国啊就是这个认为中国政府啊 通过这个不透明的政策和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这个国企呢 打乱了自由世界公平的交易市场啊 刚才你也提到钢铁这个啊 先搞两千元两千元一吨 最后把人干下去之后 他伸到了四千五百元四千五百元一吨啊 这些东西确实实是普遍的 所以他们说在跟美国这个这几十年啊 打交道就是加入WTO讲 这一段时间啊 中有一种中式的一种聪明 在这里头 把美国人玩的这个团团转 所以说啊 这一会儿呢他遇到了一个聪明的人啊 就是这个川普 他是搞经济的啊 懂杀的 是你少给我玩这些毛利啊 我们看实质的结果怎么怎么样 所以说到了这种程度 那么现在我我想问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啊 这个美国人准备从哪些方面去回击中 这种中国的啊 这中式聪明做生意的方式 啊 而这个方面呢 我觉得首先一个呢 这个钢材和铝材的这个加关税 它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策略 嗯 那么这个具体的策略很多人不理解说 这是对全球的 比如说铝材吧 美中国进口美国的铝材呢 只占到美国市场的这个 百分之 有的时候百分之二 有的时候百分之四啊 就是说很少一部分 那么 为什么他对全球来做这个事情 这里边呢 就涉及到什么问题 就涉及到中国一个绕道进口的问题啊 然后进口这个 我我我我看过几篇报道 我把它放在一起啊 也给我吓了一跳啊 我这里呢 就是说你看啊 我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他是这个这个事情是怎么的 为什么川普来做这个事情 中国现在的铝的这个 它的生产能力占世界百分之五十五 将近百分之五十五 五十四点几 接近五十五 那么呢 而且中国现在这两年 它的这个GDP下降 它的这个对铝材的需求呢 因为它是基础建设 对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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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 降低了 它对铝材需求呢 它是在降低的 那这种情况下 它怎么通过战略来来消耗 我刚才说过了 它就是说这个 这个它通过这个把这个制造垄断 逼死这个其他国家的铝制品啊 但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特别重要一个策略的什么呢 就是它间接进口 转口进口 我先说刚才 刚才原来美中国对美国的钢材大概是在百分之七八 在占有美国的市场 结果后来美国对中国施压施压制裁 这个关税已经加了 怎么办呢 中国是降低了 降低的好像百分之三以下 但是什么呢 越南对美国的出口 从无到有 占到了美国是进口的市场的百分之 就分了百分之六六以上 那说明什么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履财方面也是哈 履财呢 我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我看哈 就是这个2011年呢 美国对中国的履行财进行反请销 加了这个关税 那么这种情况让美国的履行财 就是说它的这个美国的进口就降低了很多 但是呢 结果呢 突然就是一年出现了以后呢 那么14年15年 它的这个越南的这个对美国的出口 从6000吨旅行财 一下增长到2015年46.3万吨 2016年51万吨 而且呢在2014年的时候呢 墨西哥航拍就在墨西哥沙漠 发现了有100万吨旅行财 占全世界60%的库存 价值20亿美元 可以生产770亿个啤酒罐和220万辆福特卡车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它对中国的围追堵截 可能必须得从全球开刀 那这些国家什么呢 他们因为说美国这么做不这么做的话 这些国家也乐不得我国家我企业死了 但是没关系啊 我可以转手啊 反正中国你出不了美国 我把你这么多旅财我买过来 然后怎么办 我卖到这个中国去 对吧 不是我卖到美国去 那么这样我转手赚差价 我还省事了 我不用雇一个人 我不用跟工会交代 我还赚钱了 所以这些国家不介意 但是美国这样做 还有一个重要效果什么呢 就是说它如果这样做 比如说举个例子 印度当时因为中国的旅财 进美国市场遇到足利以后怎么办 就在亚洲东南亚倾销 结果倾销逼死了印度两大旗旅厂 那印度现在开始对中国制裁了 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围追堵截 现在进一步封死它绕到了这个路 那么造成什么情况 造成就是说 中国不得不向其他国家进口 这样引起其他国家呢 这个倾销啊 引起其他国家反感 这样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措施 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它是要恢复让铝市场 钢市场全球市场正常化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重要措施 现在马上要这回再商量 他们这一个鹰派团队在商量 有两件事 一个是对就是这个全球的这个 不是对中国整体贸易呢 会加上提出一个单子是 大概600亿美元的一个制裁 同时对这个中国知识产权有300亿美元的制裁 现在也都在加紧时间做 它这个有一个限制 这个中国的投资 战略投资 那么还有一个甚至可能涉及到限制中国人到美国来留学 这个你刚提到一个300亿的 一个600亿的 我听说还有一个1000亿的 这几笔 这几笔账 对 1000亿是这样的 它就是说什么 这个不是说它制裁的目标 而是说什么呢 它要求中国在2018年这一年内做到 想这个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顺差减少1000亿 对对对 他说这个顺差是3750亿 然后他就要求减掉减少1000亿 那么还是允许他有2000多亿的这个贸易顺差 明年再减呢 他得一步步来 对对对 这一个另外就是这个300亿 他怎么算的 好像就是那个莱特希泽 他给算出来的一笔账 但是美国 他说这是中国人抢美国人的技术 这个透明人技术导致美国的企业受的损失 因此他要把这300亿要回来 对 这个 我看到他这一点 我就想起八国联军了 八国联军当时攻占美京胜利以后 怎么说的 签那个公子赔款 怎么说 4500亿 2亿白银 为什么 就算吗 每一个人头一两百银 哎呀 真是这个历史重演 这个600亿呢 这个600亿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主要是关税 要加的关税 对的 对的 因为川普实际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还不是最狠的 他当时多次说过什么 说对中国所有产品要加45%关税 但是现在这个他倒没有 没有具体落实 他是逐步来的 好像这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没听起来 刚才你没有提到 就是这个投资限制的问题 也是这个一个方案 对 还有这个中国留学生的这个签证 对 以及这个 中国人比较喜欢的十年 美国签证 对 这个 还有一个科技企业 还要游说这个国会 要防范中国 获取继续资料 这些东西 好像都在这个篮子以内 所以说 如果这些措施真的 这个都实行的话呢 我很担心它的后果 所以说我想下个问题 我就问这个中美这场这个 啊 经济战争啊究竟就是说 谁能够伤筋动骨 当然了都会有伤害 但是这个 你能不能够评估一下 这个损害的程度问题呢 因为我们这个标题啊就是 谈到就是说 啊 因为美国在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呢 把中国作为经济侵略者 那么国内有一些学者就已经分析 如果真的美国和中国的这个 经济贸易战开打呢 啊 这个人民币被要会打成 啊 卢币啊 卢那个卢布 那么这个人民币打成卢布 那什么概念呢 就是今天这个 啊 这个汇率是 啊 这个100美元 啊 等于多少呢 这个5700多个卢布 是吧 那么那个100美元的等于633个人民币 所以说你看差多少吧 所以说要打回到卢布的地位的话 那怎么办 这个我不知道有多严重啊 所以说我想请你来评估 评估评估这个后果 嗯 好的这个里面呢 其实我们就是说 后果是对两国的啊 分别来说 美国的简单点 嗯 美国呢 大家也有担心对吧 你这样的贸易战打起来 美国也有吃亏的 比如说 美国的波音飞机啊 啊 美国的农服产品啊 等等啊 嗯 那么其实呢 我倒是觉得对美国不太担心 但我有一个前提啊 就是说别造成一种大的一个 呃 一个导致政治和社会的一个 出现一个大的这个动荡啊 只是我紧就经济层面看 经济层面看的话呢 美国就是说有两点 美国实际上川普这样做 你看他的目标什么 是逼着中国增加进口啊 不是逼着中国减少进口 所以说呢 中国因为中国现在手里没什么牌 那他如果要想避免进一步的损失 他很可能的 不是很可能的 他一定会答应增加进口 是而且他这个增加进口 是他的变成他的义务 他的责任 而不是说哎 我给你的恩赐 对吧 你现在你想你你你你你你你德国默克尔 见了达赖了 我就跑到波音 我就是进口去 对吧 你今天那个美国给台湾军售了 我就跑到空车进口去 他他本来就他自己的责任 那么他拿去当大棒去到处打去 那么这个事情有点对吧 那另外就所以说呢 对美国出口商 无论农户产品也好 还是这个他的那个波音等等 这些是个好事 是是帮助他们 这个不要忘记了 所以说呢 那这点我们很多人有有有一个错误概念 对吧 第二一点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中国真的跟美国对着干的话 反正你现在对我的出口要挤倍于我对你的出口 那玩吧 对不对 你制裁波音 对吧 那我把300亿 我扩了600亿 我扩充成1000亿 对不对 那看谁能玩得起谁 川普说我对吧 Trade war is a good thing 对吧 Because we are in debt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在逆差之中 所以说呢 他打贸易战没关系 打了半天 所有人都得求美国 所以这是对美国的 我是持比较谨慎的乐观态度 那么对中国来说 这个事情难说了 现在因为什么呢 那实际上中国呀 跟美国之间 中美关系可以说 我就至少是五梗在喉 我们说如梗在喉 我说五 一二三四五 五梗在喉 哪五梗呢 第一当然就是贸易问题 第二是台海问题 第三是朝核问题 第四是南海及东海的领土争端 第五是中国跟美国直接对抗的国际战略 所以这几点呢实际上川普 比如说咱们到了说国际战略方面 和领土争端问题上 这个南海东海领土争端 无论是川普的这个战略报告 对吧 他的国家安全报告是去年说的 还是说后来比如他把那个 太平洋的海军这个这个舰队的司令换了 以及他整体的包括约翰博尔顿 包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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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龐皮奥 给请进他们英台班的 你都可以看出来 他是在准备动手 在这边做的 那台海问题不用说了 对不对 他已经签了 刚刚签了贸易 不是那个那个台湾理性法 朝核问题呢 直接金三棒甩上了 就是说跟美国直接干 没你什么事了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现在是全面出击 那这种情况下呢 对吧 你等于说是 是个战 而且中国关键在哪呢 他有些问题 他是个战略问题 中国因为他的这种 这种一党专制的制度造成什么 造成两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每一届 很多人都对这个 这个现在他修宪啊 说取消任期有意见 我觉得挺好 没什么有什么有意见 我这么讲 我曾经讲过一个段子 接我微博被封了 我当时讲过什么段子 我说不算不算民主 咱就说专制制度 专制制度也不同 最棒的是帝王制度 我一个皇帝 对吧 我得考虑说 我的江山得传给祖孙万代 所以他不敢过 七次是什么呢 就是敌服民贼 就是说像尼路一样 对吧 大洪水之后 我死之后哪怕 哪怕洪水滔天 但他至少死之前才要管 最次的就是集体领导 为什么呢 他只照顾他这一届 他下边不管 所以你看 邓小平呢 他从他开始 这个集体领导 到现在是什么呢 美界就是能解决的问题 容易解决的问题 战术问题 他马上先解决 那么留下的都是什么 硬骨头 战略问题 难解决问题 甚至他解决战术问题的同时 又增加了 比如拆迁 比如说这个环境 比如说资源的评级 比如说道德问题 他又给后面的战略问题 增加战略问题解决难度 所以到了习近平这个地方 美国川普是留了一堆懒贪 奥巴马也留了一堆懒贪的 你看他是国际化 他这个贸易 美国一直在设论期 不止毛巴马 从克林顿一直下来 对不对 中国也是一样 留给习近平也是一堆懒贪 那么这种情况下 说起实话 如果我们说习近平有担当 他说我就接下来 我取消任期 我就一个人 从今天 我以前的问题 和我今天发生的问题 你留给我十年 二年我来解决 那他是男儿 可以啊 但是有一个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这个专制呢 他一个留下的问题越来越难 另外一个 专制 他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他变成逆向淘汰 也就是说什么呢 他上来的人呢 都是能力比钱要差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造成一个什么 就是说实际你看中美关系问题 他这个五梗在头 本质上是中国的内部问题 他中国的问题解决不了 他不断的 他现在实际上 他是一个大的寄生虫 他是个输血经济 他必须靠 因为国内没什么真东西 他靠近条票 他主要就是靠外贸出口 来取得他的血液 他的贡血 那么这个时候 你把这个 川普同志 把他的喉咙一掐这个 整出 或者是他那个 经济的水龙头 一慢慢的关小 这是要娘命的 所以我觉得呢 这件事对中国来说呢 是非常严重的 甚至是致命的 特别现在他是川普的五箭齐发 但是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我都有点不敢想 这个中国跟美国贸易呢 一年赚3500个亿 现在中国的人民币外汇储蓄 也就是3万个亿 这是他说的 对啊 也就是这十年 一年3500亿 这十年就涨那么多了 对 所以说完完全全是靠跟美国这边得利 这个有人分析说 如果这3500亿没有的话 中国的人民币真变成了卢布 对 这个这是一种战略的一种分析 还有你刚才提到这个五梗在喉 就没有提这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 美国 让中国加入WTO 是寄望于中国 经济自由化 市场化 政治怎样开明 是不是 那么呢 后来在这个国家报告中 他们发现 确确实是中国 请夺美国的经济资源 这个诋毁美国的民主价值 这是川普在这个 这个 报告里都提到 那么我觉得这个 中国的这个 习近平先生 这次啊 修宪了这个 无期限的任期啊 是不是在某个意义上 强化了美国这种观念 就是这个制度 你再怎么样跟他 经济交往是无法改变的 所以说在某个意义上 强化了鹰派团队 对北京政权的敌视 可以这么说 你觉得同意这种康康吗 嗯 我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 因为呢 虽然我当时 我刚才的讲法 有一点半开玩笑 因为我讲第二段 就是说什么呢 它有逆向淘汰的问题 那就是说 但是至少来讲呢 我只是解释说 它一个 它是要现在战略 战略难度越来越高 但是这件修宪这个事本身呢 就是说 它让美国的左派 全世界的 包括华人左派右派 甚至都空前站的一致了 就是说什么呢 就认为 他是在开历史倒车 这点我不一样 我认为习近平没开历史倒车 为什么呢 他从来就没 他没有变过 毛泽东时代权力和现在权力没有变化 和谈开倒车 对不对 他已经一直在后边 一直最落后 与人类文明相提示了 所以说呢 但是呢 至少从表象上 整个国际社会 美国的政界 那么它达成了一致 这个政权呢 是以前是说美国这样做呢 中国和美国两个错位 就对大家的误判 中国的误判是为什么 美国不敢动 美国会一直会这样 美国会一直让我们站平 这是中国的误判 而美国的误判是什么呢 是说中国 你给他好处 这种马歇尔计划 对德国好事 对欧洲好事 对日本好事 对四小龙好事 对台湾韩国好事 对中国也同样好事 这个是美国的误判 所以现在等于说呢 美国这边 哪怕他想跟中国搞好关系的 他也说不出理由 而且他也没有信心觉得 他会达到他 中国会按照他的希望 会去走 是这样 嗯 我现在这个 经济贸易战啊 箭在悬上啊 这个 那么中国 刚才你提到我 你提到就是中国 没什么牌 那么中国是否很强硬啊 准备给他打仗啊 你觉得这个底气足吗 我觉得非常不足 你可以看到我 因为照着这个 我觉得习近平先生 他呢 这个个人的性格 和他 加上王岐山啊 这两位啊 这两位和他在国内的强硬作风 可以说非常强势 他上台以后非常强势 可是呢 这个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呢 他从说我们有一千个理由 跟美国搞好关系 从那时候开始 到现在 无论是这个台湾旅行法 还是这个对贸易方面的 基本上他是不吭气的 所以说呢 现在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提勒森曾经讲过 美国战略容忍已经结束 结束对朝鲜 我觉得现在中国正进入战略容忍阶段 但这不排除 中国最后受不了了 他会爆发 但是这种爆发 我认为呢 中国会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呢 独裁者 他占的权力 他有个特点 他对权力的眷恋 和对生命的眷恋 会让他不惜一切 他会保住自己的地位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有可能达成协议 顶多就是大家勒紧 会要在牺牲 牺牲家百姓利益 他会这样做下去 所以我认为呢 川普就这么干了 那么从至少从近期的话 中国会让步 那么这种等于说是 到底是当民族英雄 还是当卖国贼 北京的领导者 要做一个选择 对不对 不是啊 他也不一定做这个选择 因为什么呢 宣传舆论在他呀 他可以在卖国的同时 得到大家的歌颂 他不一直这么做 所以他不在乎 他怎么做 民意怎么样 这 doesn't matter 没关系 但是在实质上 这一次他是要对美国做妥协的 所以实质上是卖国主义嘛 嗯 而且他不是小卖国 如果按照这个定义的 嗯 他妥协小都不行 这是非常大的妥协 嗯 所以说我原来呢 也做过一些嘉宾的反谈 就是这一场这个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贸易战啊 最后呢 美国人 算准了 北京吃不消 啊 经济上就是北京可以做很多退让啊 这个 但是呢有几条 可能北京不会退让 但我可能去分析一下 为什么不会退让啊 嗯 但是呢 还有一个就是 大体上就是经济上 都不会有大问题啊 基本上都会满足美国人的需要 但政治上 这笔账就算不起啊 就就输不起啊 这个 那么我们先说经济账哪两天输 哪两条北京不会干 第一个就是人民币 这个自由兑换 嗯 因为这涉及到北京的一个命根子 对啊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国企的补助 啊 这也是老共的命根子 如果这两个 关交社会稳定 嗯 这两个东西如果就是美国有突破的话呢 老共就会伤筋动骨 所以说如果美国人真的在这两方面有压力的话 北京会退缩吗 呃 未必对不对 他主要是说你如果能无核化解 当然这个目标我不相信 只要金家在他不可能无核 但是美国的目标一定是这样 所以同理我认为川普这一点说 我们说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商人是对的 就是什么呢 他是要为美国拿到好处 他不是要毁掉 对 所以说呢 咱们这么假设如果中国要在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贸易问题贸易平衡问题上做重大让步 也就是美国跟中国比如说今年能够达到1000亿美元 这个逆差的减少 我相信美国不会逼中国至少是在这个阶段 不会逼中国自由兑换人民币 也不会逼中国对国际贸易贸易 他反正就说你别去美国 你别设计美国国家安全就行了 你该怎么着你自己内部 而且你看那天听到习近平修宪的消息以后 川普好像就在马尔拉狗 马尔拉狗他那边跟那个共和党内部聊天了 就说说maybe someday we can give a shot 对不对 他说我们也可以玩一手这个玩一玩 就说他不介意你怎么干 这是你的内政 对吧咱们打官方话讲 所以我觉得呢 我倒是觉得他施压的可能性 对这一点 那当然前提是他在贸易上面让步 不大 拆了东墙补西墙 总会满足美国人这一千一的目标 对对对 问题就在这了 所以说 严格来说就是说 这个聪明的商人总统 对付忠实聪明的这个方法呢 最后归根到底会要一些实在的东西 不会伤及中共的经脉 对实际上从长远讲这种贸易平衡 他们根本上会伤及到人民币 伤及到经济 伤及到政治的 因为你平衡以后你就没有外汇了 没有外汇储备 外储没有外储 没有外储呢 对 那么你的人民币就是最后最终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卢布 就是卢布 对 你也觉得这个 时间长短问题 你也这个从残忍来看 这个人民币变成卢布逃不掉 逃不掉的 因为什么呢 他现在唯一能够说在国内这么印钞 今儿我一天印出一个巴黎的 明天印出一个法国了 他能这么印钞 居然经济还能维持 他就是因为有实在的贸易顺差呀 那现在这样的看的话 中国应该祈祷美国下次选总统的时候 川普下台 那么有没有一个通中文呢 将来一会怎么办 就不知道了 对 这个川大爷 原来他们觉得这个希拉里上台比较厉害 现在川大爷反而让他们摇头 对 他们原来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 说这个 因为他们看着表面嘛 希拉里这些民主党啊 包括奥巴马 对中国都是不民主不自由 在哪儿天天在哪儿骂 对不对 川普不骂 我慢慢拧水龙头 他们原来说 哎 美国撤出了国际舞台了 对他们有利 他们可以更大施压影响 结果什么呢 美国一撤出 实际上美国的盟国都慌了 因为美国盟国很简单 你中国是什么样 你对自己人的信誉 你对国际的信誉 你WTO十几年一点承诺没有 这都是你的劣迹 对吧 那么谁都知道你有 有点机会 你还没等 这次 其实习近平现在 他接手的时候 是一个 是一个说的 国在山河破 这么一个情况 但自己会觉得 他自己却觉得 为什么我说他能力 就一见不如一见 他自己却觉得什么呢 中国现在站起来 中国厉害了中国 对吧 厉害了我的国 他觉得他自己厉害了 那这种情况造成一种错犯 错犯以后造成一系列 就是招貌惹狗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这一系列东西 它也是自找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的话呢 就是说他这种情况 他最后他自己呢 就他自己的问题 造成他自己的一个 必然的一个目的地 好啊 差不多一个小时 今天这个对张语先生的采访呢 谈的是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战争 我们回顾了这场战争的背景 中美贸易竞争 这个争论的一些核心的要点 美国对中国这个贸易战争 可以采取的措施 那么那个张语先生认为呢 川普现在的战略啊 是一种临水龙头的这种战略 如果中国每年 这个三千五百亿的这个贸易逆差呢 如果被川普政府一点点给挤掉 最后呢 人民币对美元 那就可能发生一种人民币啊 这个美元对卢布的这种惨动的结局 至于人民币和卢布的汇率是多少 大家可以查一下我们今天节目中 有这么大 有这么一个数据啊 就是相差是非常大的 就是从财源来看呢 这个中美这场战争呢 对中共政权威胁不大 但是呢 这个对中国的经济真的有三惊动骨 这种效果 谢谢张语先生 不知道我对你的总结啊 有不有错解啊 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补充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收起来 对 您总结非常好 有一点稍稍有点补充 就是什么呢 其实我认为长期这种策略 对中国政权是有威胁的 有威胁 对有威胁 中短期之内可能还仅是在贸易问题上 好 经贸问题上 对 好 谢谢张语先生 谢谢我们的网友的收看和收听 我们明天的节目再会 再见